8月了,今次這條影片,你們和我正正經經看壽司 所有東西都是沒什麼新意的 市場小組突然間放假,放了一個月大假 我真的很怕這個系列露不下去 你至少給我掃題12集 若然你真的想嘗試喝海水 就去海邊啦 哈哈哈 大家好,歡迎收看EG大國仔 8月了,今次這條影片,你們和我正正經經看壽司 你有沒有看過上一集? 我有看啊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特意穿得很好 是啊,你特意穿得很好 來懲罰你們 哈哈哈 雖然你們都會用一些view數來懲罰我 但重點是壽司,我很難得才有正正經經的系列 平時我不正經的系列 穿越過來,很久沒見 自從上次走遊戲之後 試試大Effect 最近在看什麼? 都是musical 音樂劇 懲興有一個類似工商 但他自己做了一個劇場 就是自己做 一邊coffee shop,一邊劇場 有少許資料在這裡 大家想捧場的話就其他人去看 我門的青春日 去到九月中就沒有了 是啊,是啊 那九月中之後會怎樣? 你是不是會... 超級好問題 不要問 哈哈哈 OK,我們吃東西了 今次8月的Promotion很簡單 4周年創業制 但是呢 其實來之前就已經看過了 所有東西都是沒什麼新意的 他這樣去出這個Promotion的話 希望遲些九月的時候 可以多給一些新意的東西 如果不是 我這個系列就做不到下去了 他改了一點 全部都和你改一點點 今次我們就一齊來看看 壽司狼8月多悶 長期藍獄配蔥花吞拿魚 12元左右 在吞拿魚上面放吞拿魚 壽司狼不是第一次出這招的了 今次都和他吃一下它 總是覺得今集有點時光 我黏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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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嘩 你還可以用我的頭髮 待會要表演 幸好醬油都是啡色的 沒什麼特別 我覺得 好像是真鮮的 這個壽司吃 這個是最真鮮的很大的家序 我發覺來吃這些吞拿魚 大家可以開始討論一件事 就是你那塊中吞拿魚有沒有跟 我想說是完全感覺不到中間那塊 我只吃到肉 那是好事 是嗎 因為中吞拿魚 如果它沒有跟 那整塊都有口即用 那我就覺得比較好 那這次我這塊也是 感覺不到有跟 我們之前就是 你那塊有跟 我那塊沒有跟 那些 連續兩塊沒有跟 只可以給到這類型的評語 給我一個讚 你呢 吞拿魚本身很沒有錯 對 我甚至真的懷疑這次8月需要不需要拍 但是我每一集說 這次的熱食值得等待一下 你們一會兒就會看到 推不推介呢 這次這個吞拿魚 我自己就覺得都叫做推介 可以來試一下 對 可以試一試 但是就 都不用太大期望 正常水準 隻燒三文魚腹 即是隻燒三文魚腩 我不明白為什麼 它有些說魚腩 有些說魚腩 但是你兩樣看都已經很大分別了 這一塊呢 是大塊很多 還有它外面那一層 脂肪 是多很多的 是多很多的 讓你選擇要吃哪一塊 我吃 我吃 我自己都敢吃 我怕很膩 它是蔥和薑 我本人是不太好薑 我都不知道 但是拍飲吃東西 我也是一眼灌了它 我暫時還沒遇到榴槤 如果它不是鹽妻 我都可以 它不是鹽妻 對 如果它是鹽妻的東西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你榴槤可以嗎 榴槤可以 嘩 神經病 薑 它真的多腥 而且它一匹薑放在上面 你還覺得腥 代表那條魚本身都真的腥 但我本身都挺吃得腥 厲害 我不得 我吃太腥的東西 我會在鏡頭面前吐 這次的熱食 濃厚海膽半面 雞子那些你一定吃 雞子就OK 雞子不漂亮嗎 雞子熟了沒什麼感覺 上集呢 我就說一下海膽的感覺 有一點好像 蛋渠味 事後看部分留言 即不是在我頻道 也有不少的人 是這麼說的 所以這次熱食會否糟糕呢 因為我之前說過 實際上每個月的熱食都是最好吃的 那這次會不會打破傳統 請問這些是什麼 我剛剛想問 它不是很厲害 是 青 重 哦 沒事 雖然是被觀眾說我弱智 但是我是可以 我洗牌一點嗎 不是 我是可以夾下去 你夾一下就可以 我剛剛跟你說 就是很乾的意思 你明白嗎 就算它拌 它會不會太乾 它真的只是靠海膽去做醬汁 是啊 它好像是放了陰霞 又是有本人最不喜歡的那隻葉 即是沒有芫荽那麼不喜歡的 但是這隻葉 嘩 我知道你說什麼 我也不喜歡 你一邊撈你聞不聞到那種味 是那種 還有那種草味 那種草味 那種草味都真的 兩個加起來 雙得益彰 小搞笑 我感覺到小嘔心 壽司狼 不要啊 我發覺你是不能夾一柱 你一夾就一碗了 你嘗嘗海膽 我真的想不同人去嘗嘗他們的海膽 我聞下去你嘗嘗這樣 你不覺得它很濃臭嗎 我聞下去很濃臭 但是吃下去真的不覺得有 沒有說很濃烈的海膽味 沒有上次那個海膽吞拿魚那麼難看 但是呢 連那種葉的味道都不太見了 你嘗嘗就這樣吃那些葉 如果就這樣吃那些葉 你真的好像去到足球場 奶地板那樣 很像什麼 我之前你跟別人輸了 玩through or there 我試過在街邊吃那些 那些葉 真的要重新審試一下 下次不用了 輸了過來吃壽司狼就可以了 海膽味雖然不是很厲害 可能因為它比較熱 還是不知道怎樣 還是混在麵裡 怎樣都比上次的壽司 我會建議不要混在草 我也是可以一點 你不試一下 你不知道那種尷尬 它不是好吃的海膽 它一定不是好吃的 對 你還要不要 你要 就是這些時候就試得出 第一次有熱吃是 跌入了 我不是大力推薦的 我覺得如果是蔥會好一點 起碼的味道我覺得會好很多 感覺上好像 容易入口一點 我不明白這壽司 其實是不是 它是不是大手扣入了那種 樹葉 我真的很想吃 為什麼每一道菜都一定是加那種葉 到底是不是買得太多 可能是贊助來的 特製軟殼蟹卷 OK 這個名字看起來不錯 看起來就死不去 牛油果 牛油果 是我最喜歡的 難道這些是我最喜歡的 蘋果 我都在想的是蘋果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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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推薦 我說的推薦 才是一直煎 請說 有什麼感想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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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這些軟殼蟹很合理 沒有任何問題 牛油果 很認真 吃到入口不見了 但是呢 你又感覺到吃夠的很脆的 那不止這些軟殼蟹 就算是蘋果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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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一點甜味 加上蘋果 是一個新的感覺 嗯 嗯,我也覺得放蘋果不錯 對,很聰明 還要22元兩塊,即是11元 是值得吃的東西 好,十分值得 一致認同推介 生蟲葉蟹腳 咦,生蟲葉蟹腳 它是不是上個月還是上個月 已經有了 真的嗎? 這集拍到好像時光倒流一樣 海水味還有些蟲 真的嗎? 為什麼? 你這塊海水味可以嗎? 我可以 但我不會推薦你這裡吃 我也是 我看一看價錢 我本身想說好吃 推薦 然後看一看,29元一塊 我會比較喜歡吃蟹 多於放在狗犯上面 一塊14元吃 非常入口即用的 你一放入口那股鹹味 就大概是你在海邊游泳喝一口水 還沒去到黑人爭的 那股味,我覺得都會… 可能有些人喜歡吃腥的鹹 它們不喜歡就覺得太重 如果你本身對鹹味有抗拒的話 那你應該會覺得太鹹的 29元一塊來說 小貴 所以都掉了入這個不推薦行列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嘗試喝海水 就去海邊了 其實這次連名字都沒什麼新意 大叔梵立貝 好像很生的 對 還是它是生的 它說是熟的 合格 這個真的超快 我應該沒試過有一集壽司 跟它吃瓶比得這麼快 它的味道不是很重 不重啊不重啊 但質感還可以 它的菌邊又真的值得很舒適 中間那塊肉 你也感覺到它真的有法背的肉 那就是17元兩塊來計 我放入推薦的 因為是17元兩塊 性價比來說 可以 而且我挺喜歡吃生的東西 你知不知道有沒有看到嗎 好熟的那些其實有一點乾身 對 硬硬的 飯後背爺爺 它這個是跟生的感覺好似 你不提醒我都忘了它是熟的 因為它是熟的 有沒有一些不能吃生的的人 就沒有 不是就好 不是吧 因為它其實沒有吃生的東西 噢 噢 是啊 好似吃生東西 但它也熟 我認識的人 不會有生的 它在8月就回來 可以去試試 萬烤黑木和牛 雙味 27元兩塊 我記得在壽司王一貫作風 它比上市好 這次的和牛 說真的 我終於感覺到 有多的牛味 它牛是完全遮蓋 那我那個就反而有點不同 因為它的醬真的影響到一點 但是呢 那個醬其實本身雖然有味 但是牛的味道依然是很出色 根據它以往的質望牛來說 這個是OK的 這個是OK的 我是推薦 不過有點乾 有點乾 對 好過吃茶指教 龍蝦忌廉可樂餅 那以往呢 就試過有這個蟹肉忌廉可樂餅 那就是龍蝦 到底它會不會更加好吃 上次蟹肉那個是很好吃的 它也很香 裡面很酸 很酸 對 哇 這個很好吃 嗯 我們點了其實只有一段時間 但是想不到它裡面還在嘴巴 所以其實如果你們一點回來馬上吃的話 那可能會更好吃 而且這個是唯一一個你放進口 你會覺得第一時間會想好吃的東西 對 其他那些都還沒說出這個字 因為它很瘋 一進口 你完全感覺到的就是 你把整個龍蝦湯就扣了出來 然後還要加上一些忌廉 濃味的龍蝦湯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喝過 但是它就是一個淡一點點的味道 但是它味道很濃 對 我喜歡它更濕濕的 對 對 對 還是近水狀 多於是啫喱狀的感覺 對 你也都換來就兩口就吃光了 其實基本上 非常之涼快 那 跟著 剛才說 就是雖然它不是那些很濃味的龍蝦湯 但是不要緊 因為它外面那一層是炸粉來的 雖然是炸粉 但是都可以提供一些味覺給你們 二十分推薦 接著我們就剩下甜品 奶茶味的卡特拉拿和白桃味巴菲 已經不可以說它沒有新意了 因為它完全是就這樣抄 對 一模一樣 白桃味巴菲還要是上個月 叫來無謂 因為上個月已經試了 因為超人氣 別人就是Joyce 對 扮成 我也知道是超人氣 超人氣得來 你喜歡重新賣 那你就再補了 真是新的出來 趁這個等待的時間 又和大家一起看一下上個月的賣剩傘 包括 一定有的 這個 特選重版和牛 鰻魚干軍艦 我上次很好推薦 但結果都成為了賣剩傘 那未必賣剩的 可能人家真的訂了很多貨 那就是賣剩了 是會這樣 它上個月賣不需要 它之後就不能再賣了 那不會再有貨 那貨就留在裡面 所以就唯有賣出來 最棒的是什麼 如果我沒有記錯 價錢是沒有變的 OK 空牙 不要做 當然需要十個地盤佬 謝謝 普通卡拉拉拉有沒有吃過 沒有 那你直接吃這個 普通卡拉拉拉 是我暫時覺得最好吃的卡拉拉拉 都是那句 一叫回來馬上吃是最好的 雖然是冷的時候很硬 但是呢 是最好吃的時候 它沒有一層很重的奶 但是焦糖是 我歡喜的東西 嗯 我也很喜歡焦糖 嗯 它原味其實是吉士粉和焦糖 我自己就覺得吉士粉加焦糖 就已經完美了 其實都不需要再加其他東西 那我今次試了少許奶茶味 它是一塊不錯的甜品 我仍然是沒有那麼喜歡 我也是推薦原味卡拉拉拉 真的不太重 你喜歡吃奶茶的 沒有預期那麼多 是啊 真的沒有預期那麼多 但我是那些甜品聽不到的 聽不到的嗎 聽不到的嗎 Oh my god 那這個都真是令人羨慕的體質 Oh my god 我喜歡這個好吃的 我中學的時候好吃 我六十幾次 不是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七五十八 哇 那就和我現在差不多 你有沒有反途嗎 就是你有沒有 有沒有相片為證 這麼厲害你竟然會死筆 以前中學IG還在玩 你鋪的照片其實已經是 最底的已經差不多了 你中學已經有IG了 其實我有帳簿簿簿的時候 那你減肥是怎樣減的 其實我沒有減肥 因為 不是靠癡嗎 不是 我說真的 一出來工作 辛苦了嗎 不是 我在Event 都還是肥 但是瘦了一點 然後我遲了職 我用兩個星期 沒了8kg 只有靠癡 我媽最初以為我生癌 還叫我去 就是你用辭職來減肥 對 大家不想減肥 記住辭職 不要做了 找個第二份 哈哈 八月的時候 四周年創業制 幫他們兜一下 既然創業制 當然是出一些經典伏克的東西 對 就好像這個 貿易小組 突然間放假 放了一個月大假 還是他們去了辭職減肥 旅行 九月希望壽司王 可以給大家一點新意 還有我 不然我真的很怕 這個系列做不到 你至少給我掃齊12集 九月就是四周年創業 就是一個月 來吧 嘩 嘩 嘩 你不是 不要玩這些 如果未來上次 九月的壽司王發展成怎樣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大家都知道 我每個月的頭都會拍一集 壽司王速報 多謝這次過 他很快又要去開工 要工作 IG在這裡 不是壽司王那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有沒有人想學剪片 窮啊 賣心得 剛剛想拍YouTube 又是投身剪片行業的你 見過外面很多學校 又或者正在課程 都沒有專門教剪YouTube的技巧 有心得 所以我今次就決定 不是教結他 就把我這八年的剪片經驗 全部group 做一個速成班 放心會由零 開始教起 手把手教學 四課一定學會 除非你太蠢 但你看開我 你都應該知道 不會有可能蠢得過 IG的兒子 報讀這個班 你還可以得到 我這麼多年以來 存在的 超方面剪片素材 另外 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 Youtuber朋友 是很想請剪片的 這也是我自己開這個班的 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真的剪不切了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這條影片 留下的Description box 按連結 多謝 拜拜